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而每一个女人幻想嫁给一个好男人 长得又帅又有钱 懂浪漫 有情调 脾气好 对待爱人 一心一意等等 又有一切优点 有了这种男人 女人就会觉得很自足了 一定不会后悔 可是现实中 这种完美的男人是不存在的 每个男人都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就算有的话 你觉得你能配得上他吗 所以女人嫁给谁都会后悔 都觉得没有别人家的老公好 可是我们要接受现实 看看以下这几点 嫁给他们 有些女人可能会后悔 第一 嫁给富有的男人 一开始 女人嫁给了一位非常有钱的男人 觉得太开心了 自己想要的幸福都有了 渴望的生活也得到了 以后的日子肯定会非常轻松 因为有钱 女人认为什么都可以得到 漂亮的大房子 豪华的车子 各种名牌的衣服 包包 女人感到非常满足 可是男人有钱 他就会一直忙自己的事业 因为要挣更多的钱 然后他就会没时间陪你 那你除了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你会很寂寞 很空虚 很长时间以后 你就会后悔了吧 你觉得有钱也没有多少意义了 第二 嫁给穷人 你和一个穷小子谈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穷了点没什么 你们有爱情就够了 你们可以携手奋斗 你们乐观向上 积极兴趣 美好的生活总会有的 可是长时间的省吃俭用 奋斗 拼搏 面对的困难一大堆 你们的生活很困苦 很累 这时候 有些女人可能就会后悔了 认为当初嫁给有钱人多好 看人家开着跑车 穿着名牌衣服 很羡慕 觉得当初就应该认清现实 第三 嫁给帅气的男人 所有的女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嫁给一个非常帅气的男人 觉得这样的话 每天都很养眼 心情也会很不错 很有面子 女人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能嫁给这么帅的男人 可是你们步入婚姻生活以后 有些女人觉得 老公那么帅有什么用 又不能当饭吃 而且她还很花心 又自恋 一大把小姑娘跟在她后面 很容易出轨 所以有些女人很后悔 第四 嫁给老实人 很多女人谈过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 觉得还是找一位普通的老实人嫁了吧 老实人会对自己一心一意 爱着自己 不像那些花心 容易出轨的男人 一样不会背叛自己 而且老实人很好驾驭 自己以后的生活应该很幸福 可是等到结婚以后 有些女人就后悔了 觉得这种老实人很无趣 没有情调 不懂浪漫 就知道一直做自己该做的事 这样的生活太普通了 慢慢人生路就这样一直无聊下去了 第五 嫁给非常懂浪漫的男人 很多女人都喜欢又懂浪漫 又有情趣的男人 一直哄你开心 给你买小礼物 跟你靠在一起说悄悄话 这种男人其实很少的 他会对你这样 也可能在外面对别的女人这样 哄别的女人跟哄你一样 总之 女人不管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都可能会后悔 总觉得别人家的老公怎么怎么好 其实男人并没有十全十美的 你们既然步入了婚姻生活 那就应该携手守护你们的爱情